Hello 大家好,又是我Anson 今天準備和大家介紹的就是這個 由美國廠商NECA 推出的 Robocop 鐵甲威龍的悠閒套裝 為什麼叫它做悠閒套裝呢? 因為它這次連同鐵甲威龍平時用來休息的椅子一次推出 其實我一直都很希望有一張鐵甲威龍的椅子 不是我坐,是讓我的鐵甲威龍坐 但是之前Hot Toys 推出過 但是我個人個人覺得比較貴 而且沒有地方放 而這個NECA 一向主打這個 價格比較相宜之餘 亦都提供了少許質素 難得它這次推出這張椅子 所以一公佈的時候,我已經訂了 我們先看看盒子 旁邊看到 Robocop 的標誌 亦都有這個 OCP 財團的標誌 有看電影都知道,這個 OCP 其實真的打橫走 基本上連警察都要聽他們說 這個 Robocop 亦都是這間 OCP 的其中一件產品 盒面採取這個 Open Window 形式 裡面有些什麼呢?一目了然 還看到 Murphy 的頭 而盒子的後面亦都比較直接 基本上沒有什麼額外的質疑 全部都是拿回這件商品 擺放不同的姿勢 包括坐在椅子那裡 這裡應該是跟 ED-209 搏鬥完的 我記得 這裡看到他換了 Murphy 的頭髓 都非常神似 好,基本上這個盒子我們就介紹完了 是時候看看裡面是什麼 OK,我們回來了 在盒子裡面看的時候 總是覺得這張椅子好像有點柔柔的 但拿到出來拿上手的質感其實也不差 我們現在不如逐樣看看它 好,首先我們看看鐵甲威龍 主體這隻銀色非常閃 為什麼我會說這次呢? 因為其實Nekka也推出過很多隻鐵甲威龍 其實我都有的 幾代我都有 其實每次的配色都有些分別 基本的銀色是有的 但也沒有這隻銀色那麼閃 另一方面 這次他主打這個Ultimate的Battle Damage 即是會打得很傷 你會看到他的手、肩頭、胸口 或者有些子彈洞、機油 包括腰部 一路看下去 大腿那些全部都是做了很多不同的傷痕出來 質感都不錯 因為有時候有些美版玩具 那些所謂的Battle Damage 即是隨便打一些油上去就算了 再看看背面 傷痕不多 但還是有機油織 還有想說 他這次也做了一點點 他的銀色 反了一些紫色的光澤 出來的感覺 因為器裏都是這樣 一路看下去下面 後面的傷痕不算多 然後我們就說一下椅子 那方面 椅子 你也不要以為它是樓樓的 其實它下面有四個輪子 這張椅子是可以推動的 非常之方便 搬運 另外呢 有一點點細節 這裡也有些按鈕 當然不能按 它是模仿在器裏面 我印象中 它器裏面的椅子 其實都做到九成出來 說到這張椅子 其實這張椅子是做什麼的呢 話說是鐵甲威龍 製造出來之後 就是運送去警署安置 找了一間房 就放了這張椅子 而鐵甲威龍不用出動的時候 它就是坐在這張椅子上做一些檢測 有些人會不斷看著鐵甲威龍的狀況 譬如看著它的心電圖 就像這個螢幕一樣 就是用來看著它當時的狀態 好了 我們講開這個螢幕 我們就看看 這個螢幕基本上都可以用 會見到這個其實是劇照 當時是說鐵甲威龍在睡覺 突然間它就在做惡夢 在掙扎 放了 這一下架子 都是在那次飛上山音樂說 就想著游上的站り 我 Celebrity 我們來次下星期 到底說是對 那是什么事? 看来吧 《Bucket Boys Online》 喂 停 等一会 好,至於這個椅柄是可以前後移動的 厲害,有可動的 而這個椅背亦都可以縮低和移高 而椅子的頂部亦都有一個類似的時波器 這個應該是檢查他的腦電波,亦都可以這樣移動的 另一方面,想給大家看看 這個NECA也不會抹抹你 你會看到後面的電纜全部都駁好 NECA有這個好處,便宜一點 它的東西又不會怎樣拿樓攤 雖然有時候可能膠質會覺得很不一樣 但其實它要的東西都可以給你 所以NECA的產品我從來都有不少 包括KING KONG, 哥斯拉 那些 以前還有Terminator, 但Terminator不知為何都爛了 好,基本上主體的東西我們就說完了 我們是時候說有什麼配件 我們先從手型開始說起 其實就不太多 本身這隻手已經是一隻握槍的手 沒有平常的手給你換 這裡有一隻攤開手的平手 那接著呢 就有這個 那這個是什麼呢? 你會看到它的手上突出了一個尖刺 在電影裡面,它這個尖刺可以插進電腦 做一個啟動和數據傳輸 其實就不明白為什麼 另一方面當然是當武器 其中一幕就是一下子插進敵人的頸 非常痛快 那第二樣配件 不少的呢 就當然是鐵甲威龍的專用槍 Octo 9 都很忠實地做出來 而這個呢 是我很喜歡的配件 就是Murphy的頭 很像當時的演員Pieter Weller的樣子 大家可以看一下 其實都很精細 連它旁邊那些機器都很清楚做出來 亦都和你游好了 因為我印象中 我看那些書的設定 基本上那些機器都一模一樣 而它的仔細度 就是連它額頭的一個釘位都做出來 但是唯獨是有一件事我就不太明白 我在電影裡面都印象中 它除了頭盔 後面的機器都好像沒有那麼難 但是我覺得它這個好像比較偏藍 這樣 這樣配合在一起 會不會有一點點的維和感呢 那等一下組裝上去才知道 那另外還有一件的配件 就是這件東西 那些東西給我感覺 雖然形狀不是 但是那些顏色和上面有一點點白白的 好像小時候吃一種很酸的檸檬糖 那大家不知道猜不猜到這個什麼來 其實呢 這個呢 是這樣用法的 是一個窗火的特效 但是我記得我看官圖的時候 顏色好像好一點點 大家好像有一點點強差人意 那樣 OK啦 但是也挺有趣的 那我們接下來 不如一起來玩玩鐵甲威龍 首先呢 嘗試換了它的頭 其實非常簡單 很容易就拔了出來 那麼就對回去吧 咦 效果又OK 雖然它的藍色和銀色好像是有一點點差距 但是其實又不會太奇怪 可能戲裡面也是這樣的 我真的不記得了 那搭回到身上之後呢 那就完全表現了戲裡面 除了頭盔的感覺 我覺得OK的 連樣子和神態那些都出來了 OK的 我挺喜歡它這個頭 好 那接著呢 我們就順便試一下可動了 基本上呢 就 鱷高 低低 左右 這樣 完全都沒有任何干擾 因為它是一個波階 來的 然後 手那方面呢 就去到這麼高 沒有得平不平舉的了 那當然 這個是沒有問題的 那手腕呢 手肘就 90度 那條腰呢 可以左右轉 那條腰呢 空線這個位呢 可以 輕輕 真的很輕輕 這樣動一下 那也都可以轉小小的 真的小小的 那至於直腳呢 可以 踢到這麼高的 其實 那但是呢 就不可以打橫舉起了 只是動到這麼多 那你會看到它這個關節位 是打斜的切開 那所以 你舉起腳的時候 那腳是會這樣 抹出去的 那至於膝頭哥呢 那就 90度 那它裡面呢 是卡卡卡卡卡卡卡的 那所以呢 應該都不會太容易鬆的 那至於腳掌方面呢 就沒有什麼貼不貼地了 沒有的 那純粹就是上下這樣 那這個油壓管有一點點的連動 那基本的玩法呢 就是這樣 那雖然它那個可動 一般的 那其實戲裡面的鐵甲威龍 如果大家有看都會知道 其實它的動作一向都是不大 所以就算 給一個超可動的 我其實都不會放到什麼姿勢出來 所以基本上 它現在的可動度 其實絕對已經是足夠的了 那至於怎樣放上椅子那裡 那其實呢 就很簡單的 那因為它那隻腳 其實都經常會這樣咬開了 有些有些奇怪的 這方面是 是會這樣的 那所以放上去的時候 可能那個位置會 一般的 就是這樣了 那其實效果都不差的 你不要太執著它的腳 踩不踩到下面的那塊板之類 那基本的形態呢 就是這樣 那也挺有型的 好啦 發生什麼事呢 那其實呢 就是想和大家 展示一下那個 Robocop 的家族 那首先我們看到 那這個就是剛剛我們介紹的這一款 那這個呢 那這個呢 就是最早期推出的 第一隻NECKAR的 Robocop 那我想給大家看一下 那分別就是呢 那它們都是銀色 那但是我們這次介紹的 這個呢 銀色是閃很多的 那之前這隻呢 是比較啞色一點點 那另一個小分別就是呢 其實這隻呢 我是滲線的 所以你會看到輪廓更突出一點 而我想給大家看一下 一個近鏡一點的分別就是呢 你會看到呢 其實它的樣子呢 是有一點點不同的 因為我一直以來 我都會 就是衰一點說 我都看死它 都是一模重用的那隻 但會發現它的樣子 有一點點不同的 無論頭盔那個形狀 你會看到以前舊那個呢 它這個位呢 是直一點點的 高身一點點 但你會看到它這個呢 是比較偏遠的 而且對比之下呢 你會看到新的一款呢 它那個人中位呢 就是這個位呢 它的頭盔是壓得低一點的 有一點點像電影的感覺 那這個位呢 它這裡是長一點的 而側面呢 也都同樣呢 這裡我滲了線會清楚一點 會看到OCP 編號那些 其實它這次這個呢 也是做出來的 那絕對沒有麻糊 那至於這次呢 有一個比較可惜的地方 就是呢 這一隻呢 就是第一代的鐵甲威龍 其實它後面大腿有個機關 你會看到有一個按鈕 可惜這個年代久遠 這個按鈕已經壞了 那其實這個按鈕有什麼用呢 一按下去的時候呢 它的大腿呢 是會這樣彈開的 那變了呢 就可以做回當年 它的大腿盔甲打開之後 看到一支槍 但是這次新的這個呢 你會看到是取消了 那這個是打不開的 那接下來呢 就要跟大家介紹一下 第二集的這一款 那第二集這一款呢 它就送了一支這些火炮給你 那這支火炮的器裡面也挺厲害的 那這一隻呢 就有了 那這一隻呢 第二集的呢 同樣是沒有了這個 開大腿甲的機關的 那它這隻本身上面的戰損呢 原裝是沒有的 是我自己弄上去的 那大家可以對比那個效果 那那些蛋洞啊 油漬啊 都是我自己加上去的 那至於它這個頭盔這個戰損呢 那在器裡面呢 那對方那個機械人 那其中一隻手臂 好像人家燒汗那些那樣 那在它的頭盔裡 一燒就燒了S型的傷痕在那裡 那所以呢 我自己呢 就也都 去加回這個傷痕上去給它 那跟它這個戰損呢 就另一個感覺了 那跟著呢 就講一下這個呢 就是來自第三集的造型 那它那個顏色呢 你會看到呢 是金屬藍一點點 那但器裡面 其實的分別是不是真的那麼大呢 我印象中的好像還不至於那麼誇張 那但是呢 又挺漂亮的 出到來 那同樣都是看到呢 會反到一點點 那些紫色的反光出來 而今集呢 就送了一支 長距離炮 那這支長距離炮呢 其實這次 除了連這張椅子的套裝之外 也都有一個三十周年版 那它也有把這支長炮在那裡 那這支長炮呢 那這支長炮呢 有條軟膠的帶子 可以被你掛在肩膀那裡 那也都呢 有兩個這些的 被人做Sniper的腳架 那些腳架呢 那其實呢 那其實呢 就很柔軟的 你看一下就脫掉了 那所以呢 那這隻東西 但是擺在我家都十年八年呢 這兩條東西都還在 都算是這樣的 其實 但是比較可惜的就是呢 其實第三集這一隻呢 它還連起來 它裡面的飛行器 但是那個飛行器呢 它某部份是軟膠 來的 年代九軟已經斷了 掛不上身上 所以最後呢 已經扔掉了 這個也比較可惜 但是其實那個飛行器呢 是比較差的 那個質素是 我簡單形容一下 那個飛行器呢 有兩個裝甲 一直扔著兩個膠位扣在一隻手上 但是那兩個膠位呢 你不要想著它真的 兩個硬膠中間有那些連接的膠位 是沒有的 是一條啤出來軟膠 然後扣又扣不實 結果就斷了 其實那時候有的時候 我記得我都不是常常掛上去的 所以 小小可惜吧 不過 沒關係 算吧 反正弄上去都不好看的 至於這麼久以來 它這一堆Robocop的配件 其實第一槍火呢 之前那些是沒有的 除了好像之前有一隻 配色是遊戲機板 遊戲機板好像有槍火 但遊戲機板我沒有買 因為那隻色我頂不住 那一般呢 全部都是把這個 有尖刺的手 但是其中有一代 就精細一點的 你會看到呢 它這個機械位 是油盲銀色給你 其中一代 我記得 其餘那些 只是刺油了銀色 這個有興趣的話 可以自己補回它 問題也不大 好 接下來要介紹一下 當然就是 鐵甲威龍裡面 另外一個 都算是主角 就是這個ED-209 這個ED-209 也是Lekka推出的 就是想跟大家說 它最近連這批都翻出了 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其實我覺得可以進一隻 因為其實挺漂亮 不過我就自己做了一些舊化 但基本上它的上色都挺足的 你會看到 這些飛彈位 是可動可以動的 全部這些位置是可以動的 這個我順便說一下 其實之前看回我介紹關節膠水的影片 大家可以在這裏看 其實我也是拿了它來做實驗 因為這個關節位 大家可以留意是超鬆的 它是會突破的 但是現在OK 滴完膠水之後 到現在還撐得住 大家可以看到那些上色 各樣的各樣都挺精細的 但是這隻我記得那時候買都不便宜 那幾個水 都300-400元 還是500元 我不知道現在多少錢 這些位置 它也是可以動的 變成還可以再站高一點 變成又再高一點 另外它有一個發聲系統 可以說回電影裡面的對白 那個按鈕是這裡 但是我不展示給大家看 因為我這個發聲系統 年代久遠已經有點規規 最主要都是那些 又是不記得拔電池 被電池水吃光 裡面的金屬片 那些位置 其實已經清理過 它也能發聲 但是一時一時 所以如果有興趣的話 大家可以趁它這次翻出 進一隻 好了 非常之開心 承住這次鐵甲威龍的悠閒套 可以順便介紹一下 給大家看一下 我自己鐵甲威龍的家庭 其實本來還有一隻 Lekka出18吋高 可以發聲 那隻也是很經典 但是那隻東西 我現在無法展示給大家看 因為為什麼呢 那隻東西 就一直放在我媽媽家裡 我曾經想拿過來 但是媽媽呢 其實我媽媽很喜歡那隻東西 所以就叫我放在那裡 振紮 不要拿走了 我個人來說 其實我也挺喜歡鐵甲威龍的 所以每次Lekka有新出品 我也有買的 雖然之前Mafix Mafix 那些也有推出過 但是始終我覺得它的樣子 都好像比較日式 就沒有了電影的感覺 反而Lekka 從來它推出的都很適合我心水 所以基本上它推出的 我也有買的 除非我剛才所說 遊戲機配色那些太浮誇 我不是太頂得信之外 另一方面 其實我也想找一找 看看這隻 有背包版的 還有沒有可能找得回 那儘管研究一下 好了 說回主要這隻 價錢呢 連著椅子就四百多 以前單頭的鐵甲威龍 都二百鬆一點 其實有椅子玩一下 就可以了 可動度就不要期望太高 一向都沒有什麼期望 所以有興趣的話 大家都可以進一隻回來玩一下 好了 今次這一個 鐵甲威龍的優閒套裝介紹 來到這裡 亦都差不多了 如果大家喜歡這影片 歡迎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留言 讚好和分享 按旁邊的灰色鐘 我下次有新片 大家就馬上知道了 好了 今天的介紹就是這樣 下次再有新東西玩 我再約實大家一起開箱 我們下一條片再見 拜拜 按讚 按讚